今天趁着人都在 我有件事想和妈跟哥嫂说说 什么事啊 说吧 妈 我的伤都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的不对 四嫂来件衣裳 我不应该冲撞她 七妹 别这么说 是我不好 是啊 好了 这件事情过去了 以后不要再说了 妈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说 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了 我 我想回我娘的老家去一趟 我娘临死时 她说 想让我把她的骨灰 带回老家去安葬 你一个人去啊 那怎么行啊 宝洛 你不会还在记恨四嫂吧 你看 外头冰红马乱的 你一个姑娘家的万一有个好歹 那可怎么办啊 就是啊 那边在闹鬼子呢 别说碰上鬼子 碰到哪一边都不好的 宝洛 听嫂子的 别回你娘老家了 死人的事情不着急的 以后都和平了 嫂子们陪你回去啊 我们陪你啊 三嫂四嫂 我知道 我一说要回老家的事情 你们大家可能都不放心 可是这件事情我仔细想过了 我娘的事我一日不办 我一日难安 我只有请家里人多放心 我一路上 多加小心就是了 小心是没有用的 那子弹不长眼睛啊 是啊 日本人的飞机 整天往下扔炸弹 吓死人呢 不要去了 金妹啊 不去了啊 听说呀 这飞机让他一下来 一大片呢 是啊 太行人了 别去 太危险了 宝洛 妈 过来 妈 妈 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 全好了 真的 真的呀 好 如果你一定要回去 妈答应你 你能为你娘尽孝 妈赞赏你 谢谢妈 这个簪子你拿去卖了吧 路上用 妈 我有钱 你有钱是你娘给的 这是我给你的 拿着 谢谢妈 路上一定小心 我知道 好孩子 请问一下 有一个叫白流苏的小姐住哪个房间呢 先生 我要到前台去查一查 马上回来 好 去吧 先生 你找白流苏啊 对 您能帮我吗 你是从上海来的 不是 我是本地的 我们是在从上海来的船上认识的 我想看看她 那我带你去找她吧 好好好 十分感谢 白小姐 太好了 又见到你了 好了 我给你带到了 先生 是 你还认识我吧 我们在轮船上 想起来了 没想到你真找到这儿来了 我刚从印尼回来 马上就来看你了 多亏了这位先生带路 先生 非常感谢 非常荣幸 你们聊 好 我好像没有留地址给你吧 是跟着你的那位中年女士告诉我的 那是徐太太 路上还好走吧 我叫了车 我叫了车一路就过来了 不请我进去坐坐 这样吧 我们到楼下咖啡厅坐一下 也好 那我都是 tast上瘾子 也好 那是 你都蹂下咖啡厅 那是吗 那是 那是 你又不做你 那个人真有本事啊 好像是个心事 就是传上那个先生 真是快 真是抢手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去告诉小贩 会出事吧 现在还给我出不出事啊 你这么晚把我叫出来 你又一句话不说 告诉你我很忙的 有事快说 说出来我帮你解决 我们两个出局了 什么出局了 没想到啊 我把他请过来 却给别人做了嫁衣裳 什么嫁衣裳 你说 你说白衣小姐 便宜谁了 你仔细说说 今天傍晚 有一个男人来找他 是刘苏在船上认识的 一位绅士 比我们两个都高大 还互相留了地址 现在呢 找上门来了 还双双地约去喝咖啡了 你说 我不是出局了吗 哪是这么快啊 就算你出局了也没关系啊 我还在啊 慢说一两个小绅士 就是来一群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俱 那我也是不会怕的 老乔啊 你算是说对了 我是越来越没有信心啊 看出来了 你要有信心还会来找我呀 你可以去争啊 我从小到大就没跟人争过 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争 想争又不会 看来你只会跟我争是不是 谁叫我们是熟人呢 哦 熟人就应该被你欺负啊 我看出来了 今天晚上你是带着主意来的是吧 你怎么知道 你 说吧 什么主意 我想 请你去搅局 我去搅局 啊 这个时候你想起我来了 你跟人家约会的时候怎么就把我踢得远远的 哼 我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你有搅局的本事啊 这 你真会求人啊 哼 我先问问你啊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想过要和白小姐结婚 说实话 还没有 你又不想和人结婚又不愿意别人去接近他 你干嘛呀 你以为你有几个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我跟你说 我不去 真不去 不去 好了 我也想到了 等着人家来看笑话好了 我犯柳言不行 我的朋友也不行 出局就出局吧 否认了 别别别别 坐坐坐坐 这个事就不能这么便宜 其实我听完你说这个事 不光是你生气 我真的也很生气啊 我原来以为你只是想玩玩 没想到 你心里还是有白小姐的啊 好 我求某人就成人之美 我就帮你这忙 大恩不言谢 这一杯就当是被你送心 不过先说好 我是为我自己不是为了你了 我是为我爱的人去争斗 白小姐 昨天你没赏光 今天我一定要在城里请你吃饭 不用了吧 这样还要跑来跑去的 也好 这样吧 我们就在这里吃饭好吧 刘先生 我到这里来 其实是有朋友照顾的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不必麻烦了 好 好像并不很融洽 你看 你看 这 刘苏着急要走 那个人呢 要赖着不走 太太 我们过去帮帮刘苏 我不去 你也不要去啊 再看看 再看看 白小姐 我这次回香港 就是来看看你 一切杂物我都不顾了 还是算了吧 不麻烦了 要的 服务生 服务生 白小姐 邱先生 这素雅的花配上你再配上天气 是多么的俏丽和谐啊 你们认识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船上 哦 时间挺长了 是不是比你早啊 是是是 那你怎么才出现呢 忙工作啊 哎呦 多好的借口啊 忙工作 工作是多么伟大呀 工作是多么神圣啊 白小姐 我已经在沙滩上为你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请带上我送你的鲜花 我们出发吧 哎哎哎 你总要讲个先来后道啊 你太其有此理了你 哎 我是律师啊 我最讲道理了 说话注意言语 我看出来了 白小姐根本不想和你吃饭 来 刘先生 真是对不起啊 我说过另外有约的 对不起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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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不用操心了 我就想不通了 一个残花败柳的 怎么到车就得了志了 哎 哎 我也想不通哎 哎 谢谢你邱先生 哎 不要谢我 要谢呢 哎 还是要去谢范柳元啊 我为什么要去谢他 我是奉范柳元之命 前来搅局的 我不谢他 我不会谢一个躲在远处指使别人的人 哎 说得好 邱先生 你大概不了解 我是经历过一些事的 有过很多的失败 但尽管这样 我的一些准则还是不会变的 比如 比如 我不会把自己随随便便的送出去 嗯 好啊 我很欣赏你们这样 哎 我这个人谈情就是要结婚的 哎 邱先生你又在开玩笑呢 不不不 我没没开玩笑 但是我我知道你心里面 有小贩比我要多一些 何意见的 不然你怎么会怨他 爱往往是从怨开始的你说不是吗 哎 等有时间啊 有时间 我给你讲讲他原来的事情 你还是在帮着他的吗 嗨 我是说真话 公平竞争嘛 那不说了我们去吃饭 好啊 就不给你 我就不给你 你给我嘛 不给你吃 不给你吃 你给我一个好不好 你反正有两个 你给我一个呀 不给不给就不给 你吃 不给不给不给 你这 就不给就不给 你给我一个好不好 不给你吃 哎呀我求求你了 你给我一个 不给不给 哎呀你们两个别再闹了 哎 妈 这些旧衣服是干嘛的呀 这衣服呀 我改一改给你七姑送过去 妈 你打算送七姑这么旧的衣服啊 就是 哎 你们懂什么 嗯 你七姑这回回他娘老家 这一路上 没准会遇到什么事呢 哎 这世道那么乱 不提防这点那怎么行啊 妈 妈 那你就去七姑别去了 好不好 你去劝劝他好不好啊 妈 就是 我哪能劝得动呢 你七姑和你六姑是一样的 都是倔脾气 这白家呀 女人就是比男人强 妈 我们也是白家的女人 妈 七姑这次走了 是就不回这家了 是吗 那倒未必 你七姑这一次走了 是要在外面住一阵子 都怨我呀 都怨我呀 不敢那么猜测你七姑的 妈 您别伤心了 这事要怨一怨我们 若不是我们非逼着妈做新衣服 爸也不会拿了钱去赌的 好 金枝 不如我们和七姑任意做 劝劝他别走了好不好 对啊 妈 你别伤心了 妈 妈 你别哭了 妈 妈 你别哭了好不好 你别哭了啊 好了好了 妈妈 你们爸爸呀去找奶奶了 你们两个要乖一点 帮帮妈给你七姑改一下衣服啊 好 妈 我这两天心里总在乱跳 不踏实 妈 保罗她回老家 这可不同寻常啊 那边正打仗呢 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不如妈再劝劝保罗 这租房子的事儿 你和你三哥办得怎么样了 这一时半会儿还没找到房客 好些人更愿意到美租界去租房子 不过妈放心 我和三哥在打听打听 不是在打听打听 是这房子一定要租出去 保罗 为什么受这么大的委屈 你们又为什么会怀疑他呀 依我看哪 就是钱闹的 要是房子租不出去 仗有一个劲的打 以后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呢 再遇上事啊 恐怕比保罗受的委屈 还要让人难堪 妈 我知道了 我请跑着点就是了 妈 再劝劝保罗 别让他回老家了 都让人担心呢 担心有什么用 我要是做哥哥的 我就送他回去 妈 我也是这么想来着 可是这家里呢 这又要租房子 妈岁数又大 再加上一家子人 我想走走不开呀 是吗 好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我总不能劝一个要尽孝的孩子 不尽孝了 那好 那就只有面对现实了 阿四啊 这是刘苏知道吗 还没跟她说呢 妈 你说这六妹啊 连个电话都没有 好 那再给她打个电话 把家里的情况告诉她 再问问她 在香港待够了没有 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好 刘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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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行 嘿 请进吧 好好好 再抄金刚ím呀 没事 静静心嘛 药还是要吃的 需要满灵的 也快好了 我和老徐啊 一直在忙着收拾屋子 没时间来陪你 我们来的时候还说呢 刘苏啊 怕是在香港呆烦 不会的 真的是因为伤风 怕传染给你们 所以就没出门 这样我就放心了 看哪 多好的字 我可是写不出来的 真好啊 老婆 人家是世代书香 你可不一样的了 你不要在流苏面前贬丢我 好不拉 流苏自然不一样了 要不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呢 对了 流苏 见到柳元没有啊 没有见到 怎么样 你们 来世怎么样 现在还怎么样 你们要找他吗 给他打个电话吧 你打吧 对啊 你打吧 行 好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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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吗 在不在啊 不在 老婆老婆老婆你听我说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 我说了吧总量放多了菜是坏的 我发现你们女人呢就是沉不住气的了 好你男人你拿主意出来呀 好啊我问你啊 我们最初让刘苏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成全范柳元和刘苏吗 现在是情也有了爱也有了就差结局了 可是水果不相容啊他们是在斗心眼啊 谈恋爱谈得跟斗孙子兵法似的 有什么意思啊 我不管了秦和李本来就是两回事啊 这么好的机会他白流苏还犹豫什么呀 要是坏了我 坏了你怎么样啊 同居 老婆我已经不认识你了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白流苏 我怎么舍得了你呀 这事啊总要有个了断 我们也要问清楚 他们俩究竟是什么意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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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啊 哦 徐太太 我没什么 我整天忙于公务啊 刘苏给我打电话了 刘苏给我打电话了 当着你们的面 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背着你们啊 他连我电话都不接 什么 刘苏他上风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会的 谢谢 谢谢 喂 四哥啊 怎么了 你大声点说 你们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 现在兵荒马乱的 你们为什么不去送送他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 我会会帮他 我会帮他 你跟我父母 看见他们 你跟我父母 他就走了 好了 多谢挂念 没什么 就是心情有点不好 范先生 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所以我想早点回去了 麻烦你 尽快订一张船票好吗 反正越快越好 好 没事吧 没事吧 姑娘 吃了就趕紧歇着 明天天一亮还要赶路呢 大娘 这村子里的人怎么都没了呀 早就逃命去了 你看屋里这些草 就是一波一波逃难的人 在这歇脚铺的 快点吃完了早点歇着 大娘 这离红镇还远吗 没多远了 前面就是 就是慢走啊 两天也到了 谢谢啊 快把脸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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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走这里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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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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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我都能蹲下了 放开 不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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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手 你 善天使啊 姑娘 你叫着你 白宝乐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对 我是上海人 赵营长 谢谢你救了我 你怎么会再逃难的堆楼里 我送我娘的骨灰回老家 你老家哪儿了呀 就在前面的红镇 红镇哪 离点儿不远了 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 好啊 谢谢你们了 营长 我有个问题 你们一个营里大概有多少人了 一个营有两百人 我们团刚刚和日本拐子打了场恶仗 打散了 就剩这十几个兄弟了 我们这是连夜要去团部会合 刚好遇上了你们 我叫赵秋生 是北平人 你们要女兵吗 卫生院有啊 那我送完我娘骨灰回老家 去找你们 你们要我吗 你敢拿茧子跟鬼子拼命 我们当然要你了 只要有心 在哪儿都可以打日本鬼子 我就是要找你们 到哪儿才能找到你们呢 这恐怕不好找啊 要不这样 等我们安顿好了我给你写信 你有地址吗 有 来 来 别看 上海 来 前面就是红阵了 我们在这儿又赶队伍了 咱们再见吧 好 谢谢你赵营长 咱们年龄相绑 叫我秋生吧 以后我叫你保罗 再见了 保罗 秋生营长 回头给我写信啊 好 赵营长 团长 团长牺牲了 全团只剩下不足一百人了 团长临此前让我找到你们 命令你带领部队火速前进 一定要挡住赠源的日本中队 这是团长让我交给你的抚恤金名单 让剩下的兄弟在此留个家庭地址 他说只要有一个人活着 一定要把抚恤金送到烈士的家里 我就是把命打定好 我又会办到 你怎么回事 你帮个抚之后 你帮个抚手 你帮个抚手 你帮他抚出来 谁 这个抚手 去吧 人家 你不把他放了 你不把他放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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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把他放了 保露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有你们在 我什么都不怕了 你多保证我们走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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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定要活下去啊 请问一下 吴丁的船票有消息了吗 白小姐 现在船开的很少 我们正在尽力 一旦有了一定会给您留的 请您谅解 不好意思啊 我家里有点急事 所以请你们一定费心啊 这我们都清楚 范先生已经来过两趟了 我们都在尽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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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把你给忘了 但是今天在云里 我一看到 我就知道 我放不下你 是不是因为让你想起了什么 我是因为让你想起了他 才被爱的是吗 最后一天 最初是这样 那我在哪儿呢 我让你让我让你让我让你让我让你失望了 我让你让你失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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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